維瓦蒂的四季小提琴協奏曲 是當今所有的古典音樂裡面最有名的曲子之一了 即使創作的年代是久人的三百多年前 但是直到現在全世界各大音樂廳 都仍然有許許多多的小提琴家們在演奏這套作品 但你知道嗎 維瓦蒂創作的協奏曲可不是只有四季而已 他一輩子創作了將近五百多首的協奏曲啊 產量非常的驚人 當中有很多也是到現在都還在被上演 而且對音樂的歷史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開啟了協奏曲這種音樂的輝煌時代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 究竟維瓦蒂的小提琴協奏曲有什麼魔力 讓他這麼受歡迎呢 他對音樂的歷史又有什麼影響力呢 然後在這部片的最後我們也要來聊聊 為什麼就連最偉大的音樂之父巴赫 都對維瓦蒂的協奏曲愛不釋手 甚至想要站為己有呢 不過在開始繼續說下去之前 以防在座有朋友不熟悉什麼是協奏曲 所以我們在這邊快速的解釋一下 在一般觀念下 協奏曲就是指有獨奏者加上樂團這樣子編製的音樂 這種純契樂的協奏曲在17世紀的巴洛克時代逐漸的流行起來 後來終於被維瓦蒂發揚光大 寫下了好幾百首的協奏曲 開啟了協奏曲的輝煌年代 那為什麼維瓦蒂要寫這麼多協奏曲呢 這就是一個很溫馨的故事了 咳咳事情是這樣子的 維瓦蒂是個土生土長的威尼斯人 他人生有很大一段時間都是在威尼斯當地的一間孤兒院裡面工作 這個孤兒院收容很多窮困或無家可歸的小朋友 為了讓這些小朋友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 不會長大變成8加9 所以孤兒院就讓他們從小學習音樂 因此啊 維瓦蒂的工作就是在孤兒院裡面 教小朋友拉琴、指揮樂團 還要寫很多的曲子給他們演出 但是這種由孤兒所構成的樂團 經營起來都會有一個困難 那就是啊 每一個小朋友的天分都不同 可能有少數幾位小朋友是音樂神童 但其他大部分的小朋友都沒什麼天分 所以在同一個樂團裡面 每一位成員的程度落差就會非常的大 這啊就很像是很多人學生時期 參加學校裡的音樂類社團會遇到的狀況 嗯 知道的人就懂 結果維瓦蒂就發現啊 這樣子的樂團非常適合演協奏曲 因為有天分程度比較好的小孩 就可以擔任獨奏者 演一些比較高難度的炫技的solo啊 而其他程度比較一般的小孩 就可以在樂團裡面演一些比較簡單的伴奏 這樣我們就皆大歡喜了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維瓦蒂會寫下 這麼多邪奏曲的原因之一了 維瓦蒂自己身為一個優秀的小提琴家 他把自己高超的情意 還有對小提琴這種樂器的理解跟創意 都融入到了自己創作的這些小提琴邪奏曲裡面 創造出了很多當時的人們所想像不出來的效果 比如說在四季邪奏曲裡面 春天的第一樂章 他就用小提琴模仿樹上的小鳥們 在叽叽喳喳的叫聲 或是森林裡的溪流潺潺流水的聲音 在冬天的一開頭 他就用小提琴的佔音 描繪出人們在寒風之中瑟瑟發抖的畫面 還有在夏天的第三樂章裡面 他描繪出了兇猛又狂暴的暴風雨 這些音樂不但對各個季節的風景做出了生動的描繪 也提供獨奏的小提琴加大展身手的炫技橋段 徹底發揮了小提琴這種樂器的潛力 在維瓦蒂之前 誰可以想到小提琴可以表現出這麼千變萬化又豐富的效果呢? 實在是非常非常的厲害啊 但是除了小提琴演奏的技術以外 維瓦蒂在音樂史上更重要的貢獻 就是他確立了邪奏曲的曲式的架構 所謂的曲式啊 就是指一首曲子的段落如何編排的一種學問 如果沒有好的架構 那這首曲子聽起來就會雜亂無章 沒有辦法持續的發展下去 而以邪奏曲這種音樂來說 他主打獨奏跟樂團之間的對比 要能夠讓這種對比被有效的呈現出來 當然也就需要有一種很好的曲式才能夠做到 為了要找到適合邪奏曲的一種曲式 維瓦蒂參考了另外一位義大利的前輩Torelli的手法 並把他進一步完善 研發出了一種全新的曲式架構 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Ritonello Form Ritonello是什麼呢? 它是個義大利文單字 其實就類似於英文中的Return 也就是回歸、回來或是反覆的意思 在音樂裡面 它就是指一個會反覆不斷回歸的一個段落 類似於流行音樂裡面的副歌的概念 Ritonello本來是會出現在歌劇永嘆調的一種東西 但把它用在協奏曲裡面也能夠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我覺得最簡單理解Ritonello的方式 就是把它想像成是一首流行歌或饒舌歌曲的結構 我跟你保證這是百分之百一模一樣的原理喔 我們都知道在饒舌歌曲裡面會有主歌跟副歌的部分 那用In the end這首歌當作例子 它的主歌就是主要rapper在說唱饒舌的部分 聽起來像這樣 - 聽起來像這樣 - 另一方面副歌就是那段很high很洗腦又會一直重複的那段旋律 總之啊 在流行歌裡面 主歌跟副歌會一直交替出現 主歌的時候就是歌手的solo會比較聚焦在個人 但副歌的時候則是會比較high情緒比較激昂 像是一個大合唱的概念 OK 主歌跟副歌的概念大家應該都能夠了解 而Ritonello form的概念其實也非常相似 會有兩個部分穿插在一起 一個就是不斷重複的Ritonello 通常是整個樂團的合奏 裡面會比較high比較有記憶點的旋律 和聲也會比較穩定 就相當於是流行歌的副歌 另外一個部分啊則是穿插在Ritonello之間的部分 叫做episode 因為episode就有片段穿插的意思 episode通常是獨奏者自己一個人的solo 會有比較炫技的橋段 和聲也會比較不穩定 會到處轉調啊 魔鏡啊 就相當於是流行歌的主歌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就以維瓦蒂的四季協奏曲裡面的 春天的第三樂章為例吧 在開頭他就先讓樂團來合奏一段Ritonello 這段開場的Ritonello就是整個樂章裡面 最有記憶點的那段旋律 調性也會比較穩定 由整個樂團一起合奏 在Ritonello結束之後就來到了episode 是獨奏者自己solo的部分 在episode裡面他的調性比較不穩定 會在各個調區之間不斷的磨進 然後整個樂章就這樣子一直在Ritonello跟episode之間交替 先是又回到了樂團的Ritonello 然後又是獨奏者的episode 然後又是獨奏者的episode 他音樂裡面很流行的架構 走在300多年前的作曲家們就已經在使用囉 因為有了Ritonello form這麼好用的一個曲式 當作一個公式 所以維瓦蒂從此就可以非常輕易又快速的寫出很多的邪奏曲 他曾經聲稱自己可以在幾個小時之內就寫出一首邪奏曲 就連超普師都跟不上他寫曲子的速度 這樣子的高效率也讓很多人質疑他的創作的品質跟創新度 批評他根本就不是創作了500首邪奏曲 而是把一首邪奏曲寫了500次 我自己覺得啊這樣子的批評其實也是蠻有道理的啦 維瓦蒂的確有很多作品聽起來像是複製貼上 但是不可否認的他的作品裡面也常常有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創意 就像我們剛剛介紹的那些四季邪奏曲就是 這些創意也就是為什麼維瓦蒂的作品直到現在都這麼受歡迎 甚至就連大名鼎鼎的音樂之父巴赫也對他的邪奏曲愛不釋手 巴赫在生涯的早期在威瑪當管風情師的時候 因為接觸了維瓦蒂的邪奏曲 所以受到了很大的啟發 並且對他的創作手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甚至還想要把這些邪奏曲給 好啦這邊說站為己有聽起來好像有點太聳動了 但是其實也不是說巴赫想要票竊維瓦蒂 而是說因為他實在是太愛這些作品了 為了要讓自己可以演奏這些作品 所以就挑選了幾首自己最喜歡的 把他們改編成了自己最擅長的管風琴曲 而且在改編的作品啊 就被稱為管風琴邪奏曲 這個名稱可能會讓很多人很疑惑 明明就是一個管風琴的獨奏曲啊 那怎麼可以稱為是邪奏曲呢 其實原因啊 除了是因為他們是從邪奏曲改編過來的以外 也是因為管風琴這種樂器的性能非常的厲害 加上巴赫又是管風琴大師中的大師 所以他很有自信 只憑自己一個人在管風琴上面的演奏 就可以彈出像是一整個樂團的邪奏曲 一樣豐富的音響效果 那至於他是怎麼做到的呢 這裡我們就要來介紹一下管風琴這個樂器了 你看看管風琴的鍵盤附近有這些長得像是按鈕的東西 他們就叫做音酸 功能是可以控制管風琴的音色變化 比如說你只要拔出某個對應的音酸 就可以讓他發出像是管樂啊或是弦樂的音色 當然你也可以同時拔出好幾個不同的音酸 讓他們調配出更複雜的音色 就像是畫家用不同顏色的顏料調配出更複雜的顏色一樣 而且你還可以讓每一層鍵盤都安排不一樣的音酸 讓他們同時發出好幾種不一樣的音色 非常好玩 在管風琴這樣子的功能底下 搭配巴赫頂尖的改編還有演奏技術 他就可以讓管風琴演奏出媲美整個樂團的聲音豐富度 也能做出獨奏者跟樂團之間的音色對比 甚至還能創造出原作裡面所沒有的新的美感 比如說我們來聽聽巴赫改編維瓦蒂所寫成的 低小調管風琴邪奏曲 原本維瓦蒂的邪奏曲的漫版樂章 是一個以一把小提琴作為獨奏的 非常非常優美的稀稀裡舞曲 一開始首先有整個樂團演奏像是Ritonello的開場 沉重的開場結束之後 輪到獨奏的小提琴獨自一人的歌唱 獨奏者歌唱著單一線條的旋律 伴隨著背後的樂團輕柔的和弦音 帶給人一種非常優雅卻又孤獨的感覺 是一個很典型的維瓦蒂協奏曲漫版 這麼優美的編排要怎麼被轉換到管風琴上呢 首先曲子一開始 巴赫安排了比較寬廣又帶有蒼桑的音色 來演奏出樂團的Ritonello 在簡短的Ritonello之後 獨奏登場了 巴赫為他安排了一個與眾不同的音色 《獨奏者》的旋律透過陰酸的調配 從背後的樂團之中超脫了出來 像是沉默的人群之中一位孤獨的舞者 也像是黑夜的繁星之中最閃耀的一顆明珠 當然啦巴赫在樂譜上面對陰酸的指示 只是一個大概而已 實際演奏的時候 每一台管風琴所發出的音色都不同 而每位演奏家也都會對音色有不同的想法 比如說有些人的音色可能是這樣 有的人則可能是這樣 或是這樣 因此在聆聽這些管風琴曲的時候 最大的樂趣就在於 你永遠不知道下一次會聽到怎麼樣的聲音 相信我 這種音樂你用電腦或手機的喇叭去播放出來的效果 跟你在教堂裡面實際聽到的現場演出的感覺 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管風琴通常會跟建築物結合在一起 讓聲音從建築物的四面八方這樣子傳過來 等而是你在樂器的裡面聽音樂 會有一種很強烈的這種環繞感 但是你也可能會想說搞笑喔 在台灣哪裡可以在教堂裡面聽管風琴啊 但是你知道嗎 台北的國家音樂廳的鎮管之寶 就是一台非常棒的管風琴喔 這台管風琴是全亞洲最大的機械式管風琴 用來演奏巴赫的音樂是最合適的 搭配上國家音樂廳世界頂級的音場 在現場聆聽的效果絕對會是讓耳朵直接懷孕啊 今年2023年國家音樂廳經典管風琴系列年度音樂會裡面 他們就希望能夠把管風琴的美 推廣給更多的台灣觀眾 所以邀請了很多國內外知名的管風琴家來 演出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這些作品 活動資訊都在下面的資訊欄喔 等一下會介紹更多的細節 現在我們還是先回過頭來繼續談談巴赫的音樂吧 巴赫受到維瓦蒂的啟發可不只是這樣子而已 在改編了好幾首邪奏曲之後 維瓦蒂的音樂風格逐漸的內化 融入到巴赫的體內 從此在很多巴赫自己的原創作品裡面 我們都可以聽到很多小提琴邪奏曲的蹤影出現 比如說巴赫寫給管風琴的A小調前奏與副歌 這首曲子無論是規模還是細節的豐富度 都足以堪稱是一部偉大的作品 在一開頭的前奏曲裡面 我們馬上就聽到了非常明顯的維瓦蒂的影響 你仔細看看這段旋律的形狀喔 它下面的部分有一條不斷來回的三度音程 而在同時在遙遠的上面則有一個完全獨立的聲部線 合在一起之後聽起來就像是兩個獨立的聲部同時在進行著 像這樣子形狀的旋律你覺得聽起來像什麼呢 這完全就是最適合用小提琴來演奏的音型啊對不對 因為小提琴天生的形狀可以讓弓在不同的弦之間來回 演奏這種兩邊分開的音型就會非常的容易 比如說維瓦蒂的四季寫作曲《春》裡面就有像這樣子的一段 再來比對一下巴赫的旋律你就會覺得他們真的非常的像 巴赫把這種濃厚小提琴風格的音型寫進了管風琴的音樂裡面 就產生了一種非常獨特的韻味 同時又讓這單一條的旋律產生了好幾個聲部的效果 這整首前奏曲都是用這樣子的音型寫成的 簡直可以說是在管風琴上面演奏一首規模浩大的小提琴幻想曲一樣 但是巴赫從維瓦蒂那邊得到的啟發可不只是這種表面的音型而已喔 還包含了更宏觀的曲式架構方面 比如說我們來聽聽這首曲子後半部分的復格 因為巴赫的復格曲的架構就跟維瓦蒂的協奏曲裡面的Ritonello Phone非常的像 我們以前曾經做過了一部片很仔細的介紹復格這種音樂的架構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回去回顧一下 但是在這裡我也快速的幫大家複習一下好了 復格是一種多聲部的音樂 各個聲部之間會互相模仿對位 在復格的一開場我們會先聽到第一個聲部演奏這首復格的主題 你可以發現這個復格主題的形狀同樣也非常像是小提琴的音型 在第一個聲部演完之後接著第二個聲部也進場了 他模仿第一個聲部演奏那個主題 兩個聲部之間形成了非常嚴密的對位關係 最後就這樣子以此類推總共四個聲部陸續登場 交織成一個複雜的四聲部音樂 在一首復格裡面像這樣子主題之間以很嚴格很盛大的方式互相模仿的段落會出現好幾次 就像是協奏曲裡面樂團合作的Ritonello一樣 我們在這裡就把這種段落稱為主題段落 但是如果整首復格從頭到尾都是這麼嚴謹這麼盛大的主題互相模仿對位 那聽起來也太沉重太複雜了對不對 而且也很難無從無盡的一直發展下去 所以巴赫在這些主題段落之間就會安排一些比較沒有那麼嚴謹的段落 讓聽眾的耳朵可以稍微的放鬆一下 比如說這一段 你應該也發現了吧 這些鬆散的段落非常像是邪奏曲裡面的Episode 它的織度比起主題段落更加的輕盈鬆散 調性也比較自由會到處轉掉魔鏡 而且它的正式名稱也叫做Episode 在這一段Episode之後曲子又會回到主題段落 因此巴赫的副格的架構基本上就是主題的段落跟Episode之間的來回穿插 這樣子的曲式架構啊 就很有可能是受到維瓦蒂的啟發 在古早以前 其他作曲家或是包含巴赫自己更早期創作的副格裡面 主題的段落跟Episode的區分都還沒有那麼明顯 在這樣子沒有一個好的架構的狀況下 就很難讓副格發展出一定的規模 但是自從接觸了維瓦蒂的作品之後 巴赫的副格架構就變得越來越清晰了 他的副格寫得越來越長 規模也越來越龐大 事實上更值得一提的是 維瓦蒂自己也曾經在他的協奏曲裡面寫過副格的樂章 而這個樂章的曲式也是用類似Ritonello的方式寫成的 獨奏群會跟樂團互相對比 一邊演奏主題 另外一邊演奏Episode 而維瓦蒂的這一段副格樂章 也正好有被巴赫改編成管風琴曲 因此巴赫或許就是在改編這些作品的過程中 改變了他的創作手法 所以我們現在在教科書裡面學到的這些副格曲式 雖然大家通常都歸功於是巴赫的偉大成就 但或許維瓦蒂也有帶來非常重要的貢獻喔 巴赫一直都被人們稱為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音樂家 他的管風琴作品也是人類文明重要的瑰寶之一 但是因為管風琴這種樂器實在是太罕見了 所以很少有人能夠有親自在現場聆聽到這些作品的機會 真的是非常可惜啊 如果你想要體驗這種管風琴現場的衝擊感的話 那就不要出過今年國家音樂廳經典管風琴系列年度音樂會喔 這個系列總共會有三場演出 分別會是在10月、11月跟12月各一場 演奏家有台灣的管風琴家于小儀老師 以及來自捷克的管風琴家 他們會演奏包含巴赫的管風琴經典啦 還有一些近代的管風琴曲目啦 還有一些電影配樂 然後12月的那場演出因為快要到聖誕節了 所以會有很多聖誕氣息非常濃厚的音樂喔 應該會蠻溫馨的吧 現場除了會有音樂的演奏以外 也會由資深的主持人秦子卿幫大家導靈 讓對管風琴不熟悉的觀眾 也能夠馬上就體會管風琴之美 更多的資訊都在下面的資訊欄 有興趣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囉 感謝你看完了這部影片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可以去下面的BIMEA COMPETTE連結支持我們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